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尔街多媒体美股早盘节目 我是徐一璐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5年2月2日 一起来看一下美股在周一的早盘表现 周一美股高开低走道指下探79点 黄金早盘下跌 但是原油价格上涨 在能源板块上 哈里波顿 斯伦贝谢 康菲石油 以及Occidental都有小幅走高 美国钻井承包商TransOcean交易代码为RIG 公司股票遭到降级 原因是油价的过分低迷 摩根士丹利称 原油市场将从3月再次开始恶化 原因是美国钻井机数量的下降 所以油价不会持续回升 今日能源巨头美孚公司公布了财报 虽然第四季度受到油价的拖累 利润大幅下跌了21% 但整个2014财年的利润 较2013年是上涨的好于预期 但是该公司预计2015年 每股盈利会下降至每股4.28美元 但是雪上加霜的是 该公司股票回购的骤减 每幅定期回购股票以稳定股价 但是该公司目前表示 当下季度要大幅削减股票回购规模 由去年同期的30亿美元到10亿美元 2015全年的回购也仅仅是40亿美元 为2013年的四分之一 是2014年的三分之一 按照这个回购规模 考虑到每幅3731亿的市值 将对股价与世无补 但是唯一庆幸的是 该公司的红利派发仍然稳定 截至美东时间上午10点半 道指下跌86.93点 跌幅为0.51% 报17,078.02点 标普500指数下跌8.18点 跌幅为0.38 报1987.33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3.16点 跌幅为0.7% 报4596.63点 华尔街投资人中 极具影响力的市场分析师Edward 上周将标普500 在2015年年中的目标点数 从2,300点降至2,150点 Edward在上周又一报告 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报告表示了他对市场的悲观情绪 他表示贷款的剧烈增长 将酝酿出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因为债务融资的规模 已经超过了债务平衡的需求 Edward预言 今年美联储可能会推迟加息 或者只是象征性的加息 据华尔街消息称 受到油价的打击 摩根士丹利旗下的石油交易 以及储蓄业务以上个月以失败告终 目前该公司极力寻求出售这项业务 下面来看一下宏观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政府公布的消费者开支下降额度 创2009年新低 主要与消费者购车数额的下降 以及油价重挫导致能源开支的减少有关 12月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.2% 同比增长0.7% 但是不及预期 12月个人消费开支核心价格指数 同比增长1.3% 明显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%的目标 这一指数一直是美联储来衡量通胀的关键 在2014全年 美国国际个人消费支出增长2.5% 为2006年以来最高水平 美国12月个人收入环比增长0.3% 好于预期 美国market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终止53.9% 不及预期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 美元有小幅攀升 来看一下个股方面 北美最大的食品销售企业 Cisco公司交易代码为SYY 今天公司以35亿美元出售 Eleven Distriction Center 给竞争对手Food Group 意图是应对美联储委员会的调查 公司盘前股价下跌1.83% 报39.17点 美国主流媒体Netflix公司 交易代码为NFLX 今天被标普降至垃圾级 前景展望为负 意味着中期评级或者会进一步下调 标普称 Netflix可支配的现金将出现赤字 而且Netflix此前11美元的高级无担保票据 使其债务杠杆上升了5倍 早盘该公司股价下跌1.6% 报434.56点 体育服装用品公司Lululemon 交易代码为LULU 该公司创始人Wilson将要下台 主要是由于这家公司在过去一年的表现不佳 目前该公司处于领导层变化阶段 最后来看一下其他市场方面 全球投资机构现金持仓创2012年以来新高 据汤森路透的调查显示 全球投资人1月份现金持仓明显提高 平均现金持仓的比重跳涨1.5个百分点 创2012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以上就是美股在周一的早盘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收盘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